今年初在桃園举办的日历杯慈善高球赛 历经了四度延长 终于由桃圆子弟黎敏苦战获胜 拿下了冠军奖杯 顶住延长赛和天黑的压力 黎敏在关键时刻仍然展现了好身手 师傅也看见了黎敏的好表现 今天由副市长亲自表扬 期许黎敏能够精益求精跟上层楼 从副市长的手中借过讲座 他是桃園的高尔夫选手李明 年初在日历慈善杯苦战 最后在四度延长的时候成功的拿下了冠军 今天师傅也特别表扬他 期待他能够再接再厉 为了更好的成绩而努力 这个中赛是已经连续几半的九年了 我们李明选手是非常不容易 尤其今年是在第三次进行延长赛的决胜负以后 最后所取得的决胜负 李明选手他是去年拿下 TLPGA公开赛的首冠以后 今年是达到第二个连续的冠军 也是他个人高尔夫球生以来的第三个冠军 表现非常的优异 李明在马拉松式的四度延长赛中 克服了夜晚视线不佳的逆境 拿出了平时练球的成果 或许可以归功于在地人对于场地的熟悉 但他强大的心理素质才是稳定发挥的主要原因 成功拿下了冠军奖杯 也是台湾人第二次将这个比赛的冠军留在国内 相当难得 其实一开始都不会觉得很紧张 一直到打到了大概第二个延长赛吧 对啊因为就觉得天色还蛮暗的 然后也不知道到底可以再打几栋 所以觉得好像要赶快结束会比较好 因为其实之前在小时候在练球的时候 常常就练到天黑啊 然后可能有时候幸运的时候球场会开灯 对然后就其实觉得还蛮蛮熟悉的吧 因为那时候在练球的时候就这样子过 所以就觉得其实反而比较放得下心来 因为就觉得说当做是练习这样子 所以就很幸运的能够赢得这个冠军 因为其实大家都其实看不太到球 对所以其实状况 而且天气也很冷 所以其实状况还蛮辛苦的 对啊然后很高兴可以赢得冠军这样 李明的下一场出赛将在三月中 与美国亚利桑那州 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他的表现 为桃园儿女加油 桃园有线新闻陈燕任桃园采访报导 但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